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他说太阳的药斑导致太阳机XY 他说本月中旬 太阳表面爆发了一人大规模的药斑 连维度交低的日本本州地区也观察到了极光 极光虽美 但药斑对地球之上的扰乱 却导致使用卫星定位系统的插阳机出现了问题 这上面说的使用卫星定位系统的插阳机出现了问题 日本侵业县内因为使用自动插阳机插阳的农户发现 太阳要斑后插出来的一阳施歪的 最大偏移达到了约20公分 20公分就是20厘米了 农户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状况 农户机场也表示有报告称即使在屏幕上看到插的是直的 实际其田地一看却插歪了 看到吧 那个插出来的秧就变成这样了 关键问题一个重点 重点在于是卫星定位的 卫星定位的 这个是个我看到的个魔 哇 跟从地下冲上去啊 这位发出热量来啊 这位发出热量来了 发出热量来的时候啊 就是空气啊 天空当中空气不经营了 不经营了 然后卫星啊 卫星它呢 看的时候啊 同我们眼睛一样 也是直接看的啊 直接拍摄的啊 那么直接拍摄的时候啊 卫星 从高速让下拍的时候啊 把一下子散开了 下面的有热量嘛啊 一散开以后啊 下面的空气密度不经营了 不经营的时候 就像眼光穿过那个光线的时刻 就不经营了 不经营了 然后它地面的时刻 就根据它眼睛看到的啊 烈士啊 烈士眼睛看到的 做调整的时刻 都外掉了呀 都外掉了呀 都外掉了啊 你们住在那个开车的人 或者住在开车前排的时候 夏天 夏天在那个烈青的路上面啊 你往前看的时候 看到那个像水机一样的 冒上来啊 那个就像那个路啊 不平的看起来 像冒出来那个热气啊 或者熊熊的 那就叫什么 就反正你看看那个车厂 你看出去啊 路前面是不平的啊 那个变形掉了 变形掉就是因为那个 受到的太阳照了一个热空气嘛 现在那热空气啊 我们眼睛在看过去的时刻 密度变掉了一个 就看到前面的路啊 就不平了啊 现在一样 那个卫星啊 它也是用那个眼睛看的 用那个光学镜片看的啊 而不是数码传输 而是光学镜片看的 光学镜片看的时刻 由于下面的那个热空气上升 热空气上升的时刻啊 然后呢 让周边变形掉以后啊 它定位的时刻啊 就是根据它眼睛看到的 所以它一变掉以后再调整 调整调整 原来插阳插出来 就歪掉了啊 这再次证明了啊 这次啊就是磨上面提到结光 结光 实际上不是结光啊 是磨冲着地球的时候 呃 产生的热量啊 是磨冲着地球引起的啊 那个热量来自于核能 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同太阳要关 没有关系啊 所以呢这上面它的描述还是不对的啊 太阳要斑导致太阳机插白 应该说是磨 飞着地球的时刻啊 呃 核动点发动机 呃 核动点飞行器发出来的质量 改变了空气的密度 哦 然后微信从上面往下看来 定位的时候 因为密度改变了一个 呃 那么 它看到的景象下面就 呃 变形掉了 变形掉以后 当然它不知道了 它 它是按照原来的成绩啊 来把它调整 呃 它认为是对的啊 呃 那画面上拍出来是对的 上面也提到了啊 呃 它说 呃 在屏幕上看到它的样子是直的 实际 去弟弟一看 确实外的啊 那这个钱就对上来了啊 对上了啊 哎 好啊 好 再见 嗯 再见 嗯 好 再见 啊